我大概知道第一个一定会需要用到MID MID函数就是我的资料在哪里 资料这个不用变,因为资料一定是地址 第一个参数一定OK的 主要是第二个跟第三个是不OK的 第二个是到底我的路接到的资料在哪个字的后面 所以我假设了,为什么我知道7 因为我现在用眼睛看知道第7个,我用算的 但是如果我假设不用算的话 那我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所以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你的字应该在哪一个字开始 这个算下来是第7个 OK,然后这个的话几个字,三个字 可是我要怎么知道这个讯息 那首先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我跟各位讲,这个问题的话呢 因为可能有三种状况 就是说呢,路接到的前面这个字 可能是0,可能是0,也可能是区 所以总共有三种可能性 那如果未来你遇到这种三种可能性的话 那你变成你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话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就是义符啦,义符就逻辑嘛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提供了各位一个我想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油标先放在 也许放在I7 这个储存格位置 为什么要找这个储存格 因为呢,第七列的资料 里面刚好有0 那为什么要先找0 因为资料里面刚好,我刚刚提过 它一定是 如果是以0里区来看的话 理论上的话 它有0的机会好像比较少 其次就是0,再其次就是区 所以我们先找到这个比较少的 而且是最靠近路接到的这个条件 就是0 那怎么样找到0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刚刚有提到你可以用5函数 所以在文字内里面 或者是最近使用过的 这边就有Find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给它两个参数就可以 最后这个参数不用给 不给的话 指的就是从第一个字开始找 那我要找什么字去哪边找 找0这个字 所以第一个先把0这个字打上去 那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第二个,你会发现 输入之后它移开 它会自动加前后双0 因为它是要去一个test 那第二个是去哪边找 去这个地址 就是F7的储存格 那你会发现它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得到的是11 表示说呢 它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有找到0这个字 在第17个字的位置 11个字的位置 OK 但是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把它向上填满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向上填满 因为上面的资料都没有0 向下填满 这里有 你会发现 只要有0的才会出现数字 可是如果没有0的资料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 警示号开头 后面加的value 那在eSale里面 只要警示号开头 都是错误讯息 所以怎么办 如果发生错误讯息的话 那我要让它再 就是意思说 如果没有0 我就找0 那怎么把这个公式再把它延伸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假设你遇到这种状况 有错误的话呢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想到第二个函数 就是if 逻辑判断 后面加l 因为警示号开头是错误讯息 所以接下来怎么做 一行你把刚刚这个公式剪下来 ok 记得 剪的时候不要剪到等号 2的话 就是在插入第二个函数 哪个函数呢 你可以找到类别里面有一个逻辑 逻辑里面有一个叫ifl 如果 如果 发生错误l就是这个 所以 这个l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像这种警示号开头 如果 假设有发生这种状况 那我该怎么做 ok 所以我们选这个之后 按确定 那接下来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因为没有 记得不要等号 等号不简 意思是说 你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找到0这个字 有的话 那表示没错误 可是像上面这些都是有错误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底下有第二个参数 如果 这个value 里面的状况 假如是ifl 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那如果找不到0 那意思就是 请你再帮我去找什么 找里这个字好了 所以 记得说 找不到0 那你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里这个字 好 所以怎么叙述 很简单 再贴 所以等于是 先把 phine函数的公式减下来之后 插入ifl之后贴两次 然后把下面这个改成里就可以了 OK 下面改成里 那这个叙述的话 白话意思说 如果找不到0 那你就帮我找里看看 如果有找到里 就把里的结果显示在 储存格里面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上填满 再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什么状况 好像那个错误的部分变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 只要有里的地方 像这个有里 它就会找到了 并且帮你把里的位置找到了 然后 但是还是有错误的地方 那怎么办 如果还有错误的话 那就是第三个 就是如果找不到0 那刚刚是再找里 对不对 如果找不到0跟里 那就再帮我找什么 找区这个字 那怎么叙述 其实跟刚刚蛮像的 一 一样是把这个公式减下 不包含等号 二 一样是插入刚刚的 最近使用 一样就是ifware 然后一样把这个公式贴上 那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如果这个还是出错的话 再去帮我找区这个字 再去找 再去找的话 贴不是整个贴 而是贴什么 贴刚刚这个 fine 刮符 有没有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过来 就是fine 刚刚是里 对不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区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白话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找不到0跟里的话 那你就再去帮我找区这个字的位置 他有没有找到 有找到第六个字 按确定 好 那把它向上填满 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理论上应该都会是正确的 因为基本上不会脱离这几个 所以 那当然如果假设 你说 老师那不对 我要的不是说 我找到0里区的位置 我要找到它的下一个字 因为我要找资料一定是找到0的下一个字 所以 记得 在这个地方加1就可以了 我们加了1之后 然后把它打勾 那这是第七个字 所以 我把它向下填满 不过因为向下填满 底下蛮多 假设我先做几个 那如果 你刚刚的这个 切字的地方 如果改了一下 刚刚这个mid 如果我把刚刚的mid 里面的哪个参数 我把游标放在这边 再按一下插入函数 我只要把7 这个储存 这个格子里面的参数指向这里 有没有 然后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只要这边有资料的话 理论上应该都会 都会取得我要的资料了 有没有发现 厦门街 没错吧 这个应该万宁街 也没错 那这个叫中校东路 不过这个就不OK了 为什么它不OK 因为我们参数里面 还有一个地方还没完成 就是几个字 那我现在固定都给它三个字 那不对啊 因为有的是三个字 有的是四个字 那问题要怎么解决 可能是三个字 也可能是四个字 这等一下再来讲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在这个旁边路街道的这个栏位 你们先怎么样 先插入 就是在I栏的地方先练习一下 那首先当然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先Find 有没有 Find 0的位置 在这个 这个 我更正一下 应该我刚刚是从I7的位置 这个I7的位置开始练习 有没有 所以我们先Find 在F7里面有没有0这个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再帮我找0 如果再没有的话 再去找趋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最后呢 尾巴再加1的话 那就是它的下一个字的位置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难度当然相对比较高了 不过 这个如果你假设不是用这个方法来作便 你要初法练钢